好 国家庆典这一天呢 原住民陶浦阁合作社10号 在水源天主堂前广场 办理了爱部落的市集活动 不仅把部落的手工艺 以及农产品推广出来 同时也用爱的理念来回馈部落 提升部落产业兼聚工艺活动 欢迎现原住民陶浦阁合作社2年前 办理过爱的部落市集活动 生活主任的赞许 在10月10号这一天 这是举办第二次 选在国家的生日来办理市集 可以说是相当热闹 主任们把自己最拿手的手工艺品 农特产品 只要是可以销售的 全部呈现给大家来选购 另外来自华林寺 渲染法郎负责人徐英翔 也是华林寺他的团队来议检 做工艺响应回馈社会 其实我们在两年前 然后大家有志一同 就是希望说部落的妇女 然后有使命感 然后想要把文化还有支部 还有那个农特产品推广出去的一群人集结在一起 希望民间让凝聚力量自己来主办一个部落市集 那这一次呢 等于说从疫情地震到现在已经停办了很久了 那重新在这边 水源部落一起来 重新来做一次 那我自己很开心也很感动说 怎么可以一切的 那么的顺利 虽然说还有很多要检讨的地方 可是我坚信说 我们合作社的理念就是 从爱出发 然后照顾主人 然后在就业稳定之余 那我们有能力的话 然后去做更多的公益 全部都还是在回馈给部落 那部落好了以后呢 那我们又有 再去有稳定的就业的机会 再也是一样提供给族人 那族人他有经济收入了 那整个部落在我的想的范围里面 他就会让他很稳定 然后一切就会很 就会走向正轨这样子 这是我的那个初衷 所以还是离不开一个字就是爱 那希望爱部落这个精神 那这次那还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像那个我们渲染沙漫 这次来那个公益一检这样子 那您觉得那个很多社会上的力量 我相信下一次我再办的话 我可以再做得更大 然后更多人可以一起来响应 然后让一切可以更好 那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让爱永续 一起做公益 我相信公主同时也自称感谢 做给两位部落主任们 来协助0403和0123做公益 以及渲染法兰不择人 循影响来表达感谢 主缘部落市集 大家摆设的各式各样 手工艺产品 以生活大家的青睐 我相信公主同时也会把部分的经费 回馈给部落主任们 通过市集的活动 提升部落经济来做公益 在爱的理念当中 让大家更加幸福 东东国 东 金富人赛 赞不赞 赞 记得教人休想不来